Final Fantasy Versus 13 开发十年 经过了更换制作人 和变更产品名称 在网络的谣传消息下 让我们可以拼凑出 Final Fantasy Versus 13 可能的故事 有前两集 你所不知道的电玩故事中 发现Final Fantasy Versus 13 是一个比上市的 Final Fantasy 15 还要更加悲惨的故事 主角诺克迪斯王子 面临了国魄家王的环境 好不容易认识的女孩子 没想到也是敌人 更不用说一同旅行的同伴 一个是敌国高层的后代 另一位则是 世君夺权的属父 安排到身边的卧底 最后结局更是全部死光光 其悲惨的程度 大约只有零事可以比拟 但留下了众多疑点 和艾丁的计划 到底是什么呢 就让我们一同来看看吧 谣传的Final Fantasy Versus 13中 第一部艾丁的戏份还很少 但随着故事进行 诺克提斯渐渐会发现 原来一切幕后的黑手 都是他 艾丁计划了千年之久 先是操弄诺克斯弗雷尔兄妹 并联合帝国进攻路西斯国 拉拢王子的叔父格利尔斯 灭亡了路西斯后 并没有停下脚步 改搭上了疯狂科学家瓦歇尔 进行更多的阴谋 直到第三章的尾声 玩家才得以了解 艾丁的野心和原因 原来艾丁是女神艾特罗 最初的造物 用来指导人类和平 但人类一直无法停止征战 因此他创造出黑暗的力量 来平衡人类 这力量后来传承到 凯提亚娜的先祖身上 尚未存在六神 艾丁想证明 自己比人类更应得到力量 为了取得六神能力 因此引诱了路西斯家的先祖 和艾特罗的女儿结合 试破其轨迹的艾特罗 将艾丁置于勇士的人类中 作为处罚 千年的生活中 艾丁心中充满了不满 和扭曲的抱负 计划使艾特罗醒来 并用水晶来杀死她 水晶能征服了黑暗的力量 也间接催化了心知疾病 缩短了白天 并让人们变成尸骸 因着阴谋的失败 史戴拉和甜甜沉睡的艾特罗女神 并未如其死于主角手中 艾丁只好自己来完成这一步 而阻挡在她面前的 正是了解一切后的诺克提斯 最终一战其实和上射版本差不多 艾丁还是人类的体型 大战的终了 艾丁和水晶的力量 导致了史戴拉体内的艾特罗女神死亡 肉体要被消灭的维吉一刻 诺克提斯只好向路西斯诸王借用力量 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缓得将艾丁封印到死者世界 只留下绝望的史戴拉独自迎向结局 诺克提斯为了拯救史戴拉 使用了古代诸王的力量衰弱致死 格拉迪欧斯代替了诺克提斯 死于自己父亲之手 普罗普特死于父亲重现的尸骸怪物 而四人中唯一存活的只有型男大厨伊格尼斯 他也是唯一从头到尾都忠于王子的人 科尔在最终章被艾丁暗算 死在王子怀中 并肯定了王子旅行后的成长 才是真正有如胸腹般的角色 神使凯提亚娜的造型更加的像日本武士 并且最后成了师婆的存在 而普莱娜和安布拉两只黑白狗 原定也是传递情报的人者 其他角色部分 美丽的女龙骑士埃拉尼亚 和现在的故事差不多 气氛不重亦不用领便当 另外当年雷吉斯王的伙伴 威斯肯的样子也和现在不同 亦有关于诺克提斯母亲奥利亚 尚活在死者之国的故事 但相关的情报太少 无法推测出完整的原貌 《王者之剑》的成员 更是2011年后改动下的结果 并不在早期的故事中 以上就是网络谣传和编辑推测的 Final Fantasy vs 13的故事 虽然真假不得而知 但由各种资料来判断 大约有八七分的可能 这个跨越十年的作品 虽然并又完整地呈现在玩家手上 而有了各种批判 不过最后作品在田店救援下 亦可以算是有头有尾 开放式地图的玩法 超乎想象的实物图片 还有NPC拍照功能 都在原本被腰斩的故事中 添加了更多的味道 最后选照片时 看到满满的回忆照片 更是将四人旅行的真谛 推到了高峰 得到了不少眼泪 整体来说 一样是能留名轻史的作品 最后还是要在这呼吁大家 支持正版好游戏 才能在电玩的世界中 体验到更多好的作品 你所不知道的电玩故事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